歡迎收看早上呼籲 我是飯桶投過的 那我要說我們從這個上個禮拜以來 我們是基於就是說指數 在上個禮拜禮拜一 攀高來到這12,997點 等於說差3點 又即將進入到一個 13,000的一個整數關卡壓力區 然後從上個禮拜以來 我們是基於就是說 你逢壓然後絕大多數的一些個股 都在形成一個往下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就是說從上個禮拜禮拜五 我們針對不管是說 這個3708的上尾頭 甚至包括像2417這個圓鋼 我們從上禮拜禮拜五 我們帶著我們的會員朋友們去執行 這個短線的一個卷空 那短線的一個卷空 都在這個禮拜禮拜五 我們去做到讓全面性的一個獲利回補 全面性的一個獲利回補 那麼在今天這個節目一開始 當然的話還是針對 下個禮拜各位你的一個操作 我們依然都還是採取這個 短空的一個因應 然後短空因應也 靜待它回撤完成 完成之後 我們再帶各位來執行這樣子一個翻多操作的一個策略 然後我們在今天一樣執行有幫各位去鎖定這麼一檔 往這檔標的一樣 長線空頭排列 短線上它已經走反彈 彈上來之後 彈上來配合這個高檔起跌的一個賣訊 賣出訊號做一個產生 那歐老師我們就是說在今天尾盤產生的話 我們會在下個禮拜 禮拜一一樣直接 帶各位來針對這一檔標的 我們在下個禮拜做到一趟進場 帶各位來執行這個短線這個卷空 來賺取這一趟這一趟 往下這個起跌的一個 價差一個獲利 那我想你在上個禮拜包括不管是說 像上尾頭甚至包括像圓鋼肉 各位你沒有一路跟上腳步的投資朋友們 這檔標的一樣請各位無論如何 密切跟上腳步 好那我們再講回今天這個台北大盤 今天台北大盤我想行程一樣是開高走低 那這個是之所以我們從上個禮拜以來 也不斷每一天跟各位做強調就是說 大盤從上個禮拜禮拜一延續到今天 連續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想就是說 積幾乎乎 每一天都在形成一個叫開高走低 除了這個禮拜禮拜一跟禮拜四 我想就是說包括像禮拜四這一天 雖然指數 收漲一個39點 那問題我們在昨天都有跟各位分享過 以在昨天 他漲了一個39點 那問題全部上市上櫃公司 下跌的一個加速居然是快接近到千檔 接近到千檔 我想這百分比 大概有超三分之二的個股 大盤在漲 那問題 三分之二的個股 依然形成一個叫開高走低的一個 收黑一個下挫 那這個是就是說 這個禮拜延續到上個禮拜 我想各位你看到這兩個禮拜 幾乎都是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的一個黑K棒 那黑K棒代表的一個含義就是說 如果說各位你在找盤 開盤不久你就做買進 買進去之後 到後續收完盤 收盤 開高走低 那這樣子實驗結果就是說 你找盤一買到了收盤 就是套 找盤一買到收盤就是套 就是呼應這個盤是 每天積起呼呼在做一個叫開高走低的一個狀況 那話說我們就說從上個禮拜我們就基於 透過我們這個工具 非常非常嚴謹這個條件的一個篩選 篩選出來我想 形成一個叫做強勢多頭 多頭的個股 已經是少之又少 非常非常少 那已經變成絕大多數的個股都在形成一個 往下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趨勢 那等於說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也請各位 你就是無論如何你是跟緊 方向趨勢在哪裡 做多 這個勝算比較大 還是做空 你的盈率會比較大 既然就是說 從這連續這兩個禮拜指數 雖然是做一個很嚇唬的高檔震盪 問題說 以今天這個高點 距離到這個13000 又僅僅只差了個三十幾點 逼近到13000點 一樣 沒有量 沒有量 沒有量你要去客戶這個13000 難度太高 相對就是說 很多的一些個股 反而是提供給各位 你都可以來同步 跟著我們來執行這個叫 短空的一個策略 短空的一個策略 先執行高賣 高空 拉回之後 你再做個獲利回補 那配合 回測買點需要產生 那我們再帶各位 去執行一個叫 翻多的一個策略就OK 短天上我們就採這樣子 一個策略先短空 拉回我們先賺這一趟價差 賺到之後後續 產生回測買點去 我們再帶各位 去執行叫翻多的一個策略就OK 是針對 近期的一個盤勢 那比如說 今天台湖大盤 一度也漲了46點 最多去46點 那問題到收盤依然是形成一個收黑 跌了一個18點 開高走低 一樣是開高走低 如果說各位 你一路買一路買一路套一路套 想當然而各位 你不妨 犯個思考 因為畢竟股票市場 多空雙向 你現階段做多 你的盈率較大還是說 做空你的盈率較大 那你就 針對 絕大多數的個股的一個方向 去決定各位你的操作就OK 移多移空 你做多也對 做空也對 那當然的話 這個高冷正當盤純粹 個股表現 那你就針對 我們這一路給各位強調 你在這種高檔 高冷正當盤這個檔下 你無論如何 要去完完全全區隔 就是說 個股 它的一個 高低位階 位階是處在高位階低位階 多空趨勢 個股到底是走多走空 你要去嚴格做個區隔 買賣點在哪邊 我想這個 你無論如何 這個各位 最大最大的課題 高低位階 多空趨勢 甚至包含在買賣點 我想這個 我們這個 這套工具 都能夠很輕鬆 來協助各位 去做到一趟 完完全全的一個區隔 那大花現在每一趟 每趟只要 瀕臨到13000 不管是說 當時9月16號 過了13000我們請各位 趁反彈 就是賣 賣股票 8月17號 當天最高來到12960 一樣差 40點就要來到13000 一樣請各位 當時一樣強勢多頭股 越來越少 反彈結構都不對 那等於說 一樣請各位執行 高賣 短空的一個策略 這個就是說 每一趟只要瀕臨到13000 我們帶給各位策略就是很簡單 你過不了 就執行 反向的一個動作就OK 那我們就說從近期 包括就是說 我們在上個禮拜 上禮拜 上禮拜禮拜 禮拜四 我們一樣在這個節目當中 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既然磐飾這樣子的眼鏡 我們帶給各位 縫壓你先做個 短空陰影 靜待 回測完成 我們再帶各位來做的要頒多 那等於說我們當時幫各位去鎖定這麼一檔 我們是一級會員 我們帶進 就抽出一部分的資金 來針對 一級會員我們各帶 一檔 各股的一個 一個眷空 那這檔標題我想我們在之前也給各位分享過 就是針對這個3708這個上尾 一路漲 漲上來 頭部形成 賣訊產生 那當然的話 賣點產生我們就執行這個叫頭部轉空訊號的一個 短空的一個策略 當時 冰淚白拜五長這個樣子 賣訊剛好產生 賣訊剛好產生 他前波賣點在這邊 你當時短多你就做這一趟 後續 產生高檔賣訊 那我們就執行短空 空下去之後 到今天 今天禮拜五 今天 上尾的部分現在已經創低來到154塊半 當時 空點在這邊 176 到今天 來到這個 這個154塊錢 等於說 短短一個禮拜 我們先把這一趟 22塊 半的一個 獲利下差 我們在今天一樣執行 這叫 獲利落貸 短空單 我們執行 這叫獲利的回補 上尾的部分 這樣子 當時這個點 這個工序訊號跟他的趨勢 都是清清楚楚 賣點就是在176塊半 到今天 剩多少 剩下154塊錢 全面性是往下的發展 那你既然 我講這些個股 不管像上尾頭 甚至包括像圓鋼 這都是近期非常非常行的 一些族群個股 每一天 利多訊息一投落 那重點 你看到這些利多訊息 你是一路買 一路買 買進去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是不是 又是造成 現買 現套 怎麼買 怎麼套 股價就是行程狀況的走勢 上尾頭的部分 2417圓鋼 我們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做卷空 空點在 68塊9 68塊 我們在 我們的會員訊息都直接分享各位 上個禮拜五卷空 10月16號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在 9點27分 他在黑盤 黑盤 黑盤的時間點 我們一樣 去執行 獲利回補的一個動作 獲利回補 那畢竟我想這個根據這個 限賭各位你也看得很清楚 這一趟空點空下去之後做拉回 拉回到今天 這個回測這個買點訊號 又即將要做一個產生 那既然買點訊號做產生當的話你這趟這個空單你就先率先 馬上去執行這個要獲利回補的動作就OK 拉回這個價差 11%的一個 價差的一個獲利 短空 先空 賺這一趟我們先帶各位先賺這一趟 回測訊號買點訊號產生 我們再帶各位去做這趟翻多的一個策略就OK 原鋼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在進行也不斷針對一些個股 我們每天跟各位做強調 你不管是說 個股的高低位階 多空買 買賣一點 這時候各位 你無論如何要去做到他好好掌握的這個操作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要素 現階段個股到底是他的位階在哪邊 你的多空趨勢在哪邊 你的買賣點在哪邊 這三個部分都是 各位你每操作每一檔標的到底要做多還是做空 全面性你要去做到完全掌握 那重點我想 一支手機 透過我們這套這個智慧型這個操板軟體 不同個股 他的高低位階 如何做個辨別 多空趨勢 買賣點 都是可以 一鍵 就是做到讓輕鬆搞定 你按下去 股名輸進去 他到底 你要去留意買 留意賣 位階在哪邊 你一看 線圖 清清楚楚 操作就是要高效率 等於說 我們在進行 以往我們是帶各位操作這個短多 那現階段 抽出一部分資金 先帶各位 來賺這一趟的一個往下的 這個 短空的一個價差 就是要 操作就是要高效率 你掌握這三個要素 操作就可以達到這個高的效率 那進行我想我們從 上個禮拜 這一路以來我們從7月份以來 陸陸續續針對 每一檔個股 他陸陸續續產生這個高檔 賣訊 我想 我們都全文性在我們這個Telegram 也都分享 各位 那當然我們在昨天也跟各位分享這檔標的 6446這個藥華藥 這個叫千金藍買早市 因為畢竟 藥華藥這檔個股 昨天是跌停板 一架鎖到底 今天還是讓跌停板一架鎖到底 我想這是 後續到下禮拜 這指數跌是完全 沒有止注的一檔標的 為什麼會跌 我想我們在昨天這個Telegram 都跟各位 所有的投資朋友 講得很清楚 因為他跟這個 一個國際的藥廠的 授權的 一個仲裁案 被判 要罰 48億新台幣 那當然的話 利空的一個干擾 造成連續兩天都是跌停板鎖住 相對我想以藥華藥 歐老師我們在這個禮拜 禮拜一 我想這個各位你都可以到禮拜一 禮拜一 我們在Telegram 當天一樣 賣訊產生 103塊半 賣訊產生我們一樣 第一時間 就當天就分享給各位 那當天分享給各位 我想你到禮拜三之前 禮拜三 賣訊在這邊 禮拜三又高興 彈上去 高點都還有來到103塊半 就是這個賣點 你都還可以做到一趟 匆匆融融的一個 賣出你的股票 因為那時候根本也不知道 這個仲裁案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賣掉之後 禮拜四跌停 禮拜五跌停 你是不是 有這個訊號 千金難買早知道 你早都已經 輕輕鬆鬆 做到一趟出脫 賣 賣出去 賣出去 那賣出去之後我想 包括禮拜四禮拜五 這兩個跌停 我想跟各位 就一點點的一個關係都沒有 要啊要 我們在禮拜一 分享各位 這個高檔 賣訊的一檔個股 普瑞 賣訊 1180 賣 禮拜一到今天 今天 一樣創敵來到這個1090 1090 這一趟的一個拉回 90塊錢 90塊 一張沒有賣 差了多少 差了9萬塊 5274 信華 賣訊 1440塊 今天又拉回50塊錢 等於說 他這一趟 賣點在這邊 各位你看得心心足足 一拉回 115塊錢的價差 一張沒賣 差了11萬5000塊錢 我們在禮拜一 相關分享的這個股 那禮拜三 10月21號 我們針對這些個股 一樣 賣訊產生 我們當然的話都是 當天 在禮拜三 Telegram 在10點多 直接都分享各位 廣定 賣點在這裡 就是做壓回 塑爾河 這拉回的弧度比較深 一拉回 到目前已經差了15塊錢 這樣下去15號 系統店 賣訊在這邊 一拉回 長這個樣子 全面性 我想你有這個工具訊號 不同個股 什麼點位 你該要去留意做買 留意做賣 都是清清楚楚 這是在我們在禮拜三相關分享 那昨天我們分享各位 像這個6104 創委 賣訊在這邊 目前長這個樣子 起機 賣訊 這樣下去 8046是藍電 賣訊到129 今天創低來到119 差到多少 差10塊 一張沒賣差1萬 全面性 不同個股 你都可以透過這工具 來做這樣 輕輕鬆鬆 完完全全的掌握 你要去留意 買留意賣 因為畢竟最近 ABF 載版的一些利多訊息 一拖拉曲 那你隨著這個市場的一個訊息在文機起舞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你追進去 結論 很簡單 是不是又是 現買 現套 不停在這裡 你還在追 結果這兩天 漲這個樣子 一路 做個修正拉回 南電的部分 昨天 一樣工具 在早上這個9點多開盤之後 直接挑出來的一些相關一些個股 要請各位留意 會買也要會賣 那畢竟為了說我們在近期 也不斷 透過我們帶各位操作的這些標定 一樣 全面性 都是 先賣 拉回 再買 買進去之後 你會買 無論如何也要會賣 像這個聯發科 當時 避開一趟 185塊的拉回之後 買點產生 買點一產生 跟我們第一時間分享 在9月30號 一拉 價差 115塊 那重點各位 你會買也要會賣 一買 一賣 完成一個循環 會買也要會賣 全面性工具 都可以來協助各位 連發科的部分 四星KY 一樣 先賣 一拉回 83塊半 再買 這訊號在清零租租 賺這一趟 72塊半 後續彈上去之後 同樣 你會賣也要賣 賣掉之後 我們在當天 551塊錢 清清楚楚 在盤中都已經直接告知各位 551 你要先執行這個獲利落袋 那你不賣 隔一天 打到跌停 再隔一天就跌了快20塊 短短兩天 拉回70塊半 72塊半 是不是把你的獲利 又是全面性 積極呼呼 又吐光光 會買也要會賣 四星KY 客家 先賣 這訊號在清零租租 避開這一趟 49塊錢的拉回 一張沒買差要到5萬 再買 買進去之後 這一趟 我們的會員 一樣帶會員操作 買你在這邊 145塊半 一路攻高到169塊 先把這一趟 23塊半的一個價差 獲利先放口袋 會買也要會賣 當然的話 你不會賣的一個嚴重後果 我們也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寧願你賣錯 都不要去 報錯 不要去摸 那包括 一樣高檔先賣 新金頭 賣訊一到 當時你至少還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也會痠 一星期的時間你也會痠 你不賣 一修正拉回 49% 股價 幾乎腰斬 幾乎腰斬 那幾乎腰斬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買你再做一個產生 買點產生之後 我想你去做買進 這個拉到漲停板 才跟各位會有一個相關 重點你還是要先賣 你沒有賣 充其量 彈上來你都還在做一個叫等幾的套 0的各位 你賣錯 買點在產生 你頂多只是少賺一點點 最多最多的少賺 那問題你報錯 一報錯這樣一來 49% 股價幾乎腰斬 ABC一樣 一拉回 賣訊輕輕處處 一拉回 40% 快接近40% 全面性 透過這個工具 我想能夠協助到各位 趨擠跟避凶 該避開的風險你去避開 該要做獲利的 這個價差 你也都可以去做那樣 輕鬆的一個擷取 那近期我想 不管是說 像事情可以買兩趟 先賣 再買 賺這一趟 彈上去 你要也要會賣 會賣 再拉回 又產生買點 你再買 光高 你是賺這一趟 72塊半 你也要會賣 這樣下去 一趟一趟的一個操作 該避開的一個拉回 你避開 該賺的 這個多的一個部位 你也都可以去賺到 一趟一趟的一個操作 那從7月份以來不管像合一 這個賣點都是價值連成 一賣 一拉回 60幾% 怕死人 預金官一拉回 236塊 連8顆 一拉回 185塊 你沒賣 這一趟 這一趟這個價差 你怎麼能夠賺 先賣再買 愛譜 港款 都是 全面線 我們已經來來回 差不多第五趟 那我要說我們在今天一樣 實際性有幫各位去鎖定 下個禮拜 我們要帶各位 針對 哪一檔個股 來執行 這個叫 短空的一個 避險 個股我們就幫各位準備好了 這是 長線 空頭的一檔個股 短線上反彈 反彈 它已經漲不動 反彈已經獲得滿足 賣訊做一個產生 賣訊做一個產生 那我們先帶各位 先鑽這一趟 往下的一個價差 等到大家回測滿一點產生 再帶各位來執行 翻多的一個策略 你想要跟著我們 在下禮拜 鑽這檔標地的核數分 一樣 你都可以直接 到我們這個Telegram 去完成這個登記的一個動作 後續 一樣 短空先賺價差 短空先賺價差 後續 再做實行一個 翻多的一個策略 往這檔標地 你這個禮拜 包括上尾 包括圓鋼 你都沒有去賺到的話 這檔個股 一樣請各位 密切 跟上腳步 祝各位 這個假期休假愉快 我們下週見 本公司以望之 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審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輪策判斷